v5版本的 v5版本 视频的最后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调整一些不同的参数 你会实现的一些 大概走的方向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不是基本一致 所有的proxy都是一致的 给到它的命令行 就是用我的照片 female half human half robot character 这个 这样 嗯 找到了 就是这两张图片做得清楚 这有一个注意底下我穿白毛衣的 然后看一下刚才我们 然后这个是可以看到 这个是v5的版本 v5的版本 然后就是这个头发丝 第一张这个头发丝处理的好好 这个人那个 这个五官也跟 很类似 第二个就是有一点头片 第三张 这个角度 还还OK 第四张 它给这个毛衣明显是高上去 然后这个脖子设计的 这个浮夸 这个现在还在生成 因为我生成这个是一个 relax的 一个模式 然后这个有生成的了 我想保持一致的seed 所以找到这个图片 然后点这三个点 然后copy seed 然后我们就找到这个seed id seed id就是 种子变号 就是他们一个系列的都是一个风格下来的 Alexa stop 这个我把这个seed number放到这个上面 保持统一 看看这个v5 generate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v5 unrecognizable seed 长框分辨率 然后s就是 它这个 你的journey给它设定的 数值可以调整 如果是举个例子吧 100就是 它少加了一点 mid journey的味道 就是很接近原来的图片 你或者说你给出的命令行 如果是数值越大的话 就是比如说1000的话 就是加了很多mid journey的一些口味 然后Q2就是它的quality 空培的时间 空培还是空培 就是它在这烤箱进去旋转了多少圈 就是时间越长 可能站的位的出来越慢 然后可能需要这个机器人在上面apply一些很多的细节 然后试一试 我把这个s给提高一个档 然后一会儿再降一下档看一下 会不会接近我原来的照片 应该是挺慢的 这一个还是这个s750的 好看一下 第二个不喜欢 第一个和第三个这个嘴有一点奇奇怪怪 但第一个这个衣服的质地 真是有一些看页我不喜欢 就是看这些小的细节 看有没有找到 第四个这个 一般般吧 只能说s750这个这一条过 让它继续generate一下 现在反正以我这个速度v5的速度挺慢的 然后这个就是add很多mid journey的元素 进来的一个s1000的 它就会以它的想法 就是half human half robot这么一个角色 它是设计的确实很潮很新颖 我觉得第三四张 感觉好像自拍的程度 而且第三张它给脸这块也有一些机械的元素 第一张我的天哪 这个脖子怎么想的 no这几个没有没有喜欢的 然后接下一个这个是100的 哇这个100的简直不要尝试 轻易不要尝试 请大家这个100的就是没有没有什么味道的就是感觉很奇怪很离奇 这个s我去找了一下文档 应该是style的缩写 我最高是1000那么我现在好刚才试了那个100的确实那个不太理想 再试一个500的1000的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那学面出来的那种感觉 还可以吧 但是最接近我那个照片上的我觉得 因为我这是贝斯昂在照片的基础上divide了出来的 看这个750的刚刚出来的 我就觉得 挺好了 特别是这个第二张就好像了 所以就是而且衣服啊细节 这块手第一个有手指 1234 我开始又去数手指了 对于米的真你不能讲去数手指这个习惯 我觉得第二张挺好的 这个是s750的flavor 不不不不那个style 那么我试一个500的 看这个1000的哈 这个1000的再看一下 well 这个还行吗只能说 再roll一下 嗯这个东西好剩一呢 s500我放放进去看一下 orange的这两张照片是贝斯在我的照片基础上 在上一个教程里也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过去看一看 然后用的是s750 然后quality是2的这个 然后这个下一个我们看一下 这都是之前v4版本的 v5版本的可以看一下 我已经出来这些样张 在视频的最后我会给大家share一下我分享的 我感受下来用照片做基础的一个总结的我使用下来的一个心得啊 不要错过 我尽量控制v5版本出来的效果不一样的给大家展示哈 所以我尽量把这个v5版本的一些设置保持一致 这样大家可以看看v5版本里调动哪一些参数会对整个图片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样就大家就很直观了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从这接下来的都是v5的版本哈 可以看一下这一张 嗯 还是v5版本本的这一张 v5版本的s 这一张 然后总结一下 一共是可以说的是三点 这个第一个style 你用这个s的时候 如果越低也分值越低越接近真实的 你给的命令行关键字 分值越高越加入你的journey自己的一些设计的元素 那 depend上你自己的需求 第二个是quality 你如果是时间少的话 就在里边烘黑一分钟的东西 还有再长一点时间 比如说quality二到四 就是烘黑的时间比较长 加了很多细节 或者是觉得在那个机器里待的时间很长 去处理这一个照片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是weight 如果你要是特别关注哪个地方 数值越少的 weight就是相对不太关注这个物体 如果你数值大一点 为此比如说冒号冒号三 就是相当于和冒号冒号二之间 比这个三的这个数值 要比二的这个数值关注度高 所以这个就是总结下来使用这几点 还有一个chaotic chaotic如果是你用正常的文字转图片的时候 你选项 我感觉设计师可能会用到这个数值越高 就是这个画面就是越就是复杂凌乱的 会有很多创意在里边吧 如果有使用过的小伙伴 请在评论区分享 好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还有一个就是weight这个小技巧 把这个如果你想凸显哪个地方特别强调 虽然你这个数都是一码平方 如果是给到的prome 你想特意强调一些重点部分 让它凸出的地方 你可以在后面加冒号冒号 然后给它一个指数 指数越低的 比如说一就是不太focus 如果是二三的话 就是相对focus比一要重 所以就是凸显整个图片里的层次吧 你要focus在哪个物体身上 因为正常的时候一个图片出来 可能有凸次之分 大家可以testing out一下 onesting 结婶 according to th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